11月27日被川普总统赦免的弗林将军 首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他对保守派媒体Wordville-Wayken说 在川普担任总统的整整四年中 左派势力包括媒体 一直试图将川普总统赶出白宫 而现在这场政变仍在继续 弗林将军进一步说 中共在背后支持这场政变 弗林指出媒体和大科技公司 对川普总统的反对和审查 无异于一场信息战 而他们攻击的不仅是川普总统 更是美国的共和体制 弗林说这样的信息战 让人想起了中共的策略 目前川普团队在多个摇摆州提出诉讼 弗林说 美国各地几百名爱国者 挺身而出前来作证 还有像朱利安尼和林伍德这样的勇士 他相信川普总统转败为胜的势头 已经显现 新唐人记者金石综合报道